Hello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级联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看一下第一副牌 这个棋手牌 一般啊 虽说有一对风向在手里 但是这个牌混一色基本上是做不起来 手里还有三对 做不了混一色 倒是可以考虑做一个碰碰壶 一同也抓对 碰碰壶的对子算是到齐了 那这个牌要做一把碰碰壶了 再来八万 现在多一对 对家倒是启动的挺早 碰三条 先打八筒 对家手里剩四张牌 他的牌有可能是缺一对啊 上架也启动了 再做调制 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牌要考虑开掉哪一对 按道理来说 这个牌打蓝风是最安全 下架打蓝风 蓝风开碰 安全的蓝风打不掉 那就开掉一对八万 第二桶肯定是不舍得开 因为对家碰得三桶 哪怕是剑一的一桶看上去更安全一点 这个牌还是愿意去拼一个深一点的牌 因为舍不得 上架混一色也听牌了 两家听 碰二桶听牌 打掉四万 对家摩二万点炮 碰碰湖湖湖牌 五个花 二十四分 加个仓以三十分 对家单调一桶绝湖了 这个一桶看似安全 实则一点都不安全 还好没开一桶对 看一下第二副 这个七手牌花倒是挺多的 基本上一个门清牌型 还缺个搭子 八桶 那先打四桶吧 上架把六条给碰了 这个七条看似无用的 但是我的牌来六桶 现在缺匠 还是先打七桶 七条倒是有可能摸对子 还真的是让我留好 摸七条上天 打掉三万 下架大五花也来加入竞争 这个牌有点压力 现在想的就是 下架自摸都可以 但是千万别抓我跑 九万是安全帐 下架摸五万点炮 七个花十六分 加个仓以十八分 看一下最后一副 这个牌基本上就是个门清牌型的 来九条 打掉东风 一上脏 抓六万听牌 打掉五桶 上架碰八桶 看看能不能自摸 差一点 看来下架和对家都不要桶 哪怕上架做桶子 这个牌也不怕 下架也听牌了 不给他机会 六桶自摸 一个花四分 加个仓以十三分